其實很想要知道 因為一個人他無緣無故接受很多媒體的專訪 過去又不是所謂的公眾人物的情況下 他總是要有目的嘛 所以我透過各種管道 我後來聯絡到他一個我們共同的好朋友叫周公 他在睡夢的時候託夢給我 可以可以 跟我講王玉文真實的心聲 他真實的心聲其實就寫在這個畫面上面 是右下角那個紅字 主任認為高歡一個人扛起來就好 為什麼要牽扯助理 你認罪可能大家就沒事了 你出來選為什麼不自己躺 所以龔慧文在託夢裡面 我們具體看到了三個畫面 所以他對高懷也有怨的 在夢裡面我問這個王水母小姐 我就問他說你跟高雲安同一掛嗎 他說其實我們不同掛只是沒有交惡 喔 第一個 那第二個他覺得有點真心幻覺情 他說當時他在辦公室裡面 如果大家回去找2020年的報導 高雲安剛選上的時候 因為他是Nothing 他是並沒有名氣的人 所以他的粉絲專頁需要有人按讚 所以他就開了一個記者會說 台大13妹龔慧文加入高雲安辦公室 他消費龔慧文 粉絲專頁三月份如果破兩萬的話 因為我們是二月一號就齊了 三月份如果破兩萬 我跟公衛文一起唱歌 開一個記者會介紹自己的助理喔 然後當時公衛文受訪 因為你開記者會 那總是要麥克風給他們講嘛 他說我在這個辦公室負責媒體公關選民服務 社會輿情粉絲專頁 因為行政業務 總之就是個專業打雜的 辦公室裡面有兩台機器人 一台叫Paper 一台叫Tammy 也是我管的 哇 你知道聽完這個話 我都聽他飛沖沖 他才大的耶 為什麼說真心幻覺錢 他開記者會說自己打雜的 他表示他真的很信任高雲安 高雲安還吃他豆腐 高雲安說有粉絲私訊他說 我們辦公室顏值都很高 所以很想要加入我們的環境 高雲安不只趁... 等一下... 這我不能接受 高雲安不只趁郭惠文的流量 還趁他的顏值 對 所以當時就真的有這麼一篇報導嘛 那真心幻覺錢的原因是什麼 從他當時被消費來做記者會 然後到現在他的發言 以及整個打訴訟的過程 我們看到其實 郭惠文是把那個辦公室當自己的辦公室 當然是啊 他說他抗辯的其中一個理由是 我買的奶茶咖啡 都是給大家喝的 怎麼會算是貪污 對 所以他其實是真的覺得說 我是真心為的 我是為了這個辦公室運作嘛 怎麼可以說我是貪污 法官說你詐領就是詐領 對 這是第一點 但這是他的辯詞 我不是說司法上的... 那第二個呢 他說啊 我是真的是無辜的 我接受專訪是為了讓大家知道 我是無辜的 跟高雲安沒有關係 所以你看 因為我們在看 這個人是要選議員啊 是幫民眾黨講話啊 還是幫高雲安講話 沒有 他都幫自己講話 你看好幾頁後 我們新台派做了好幾張表格 看不出來他到底要幹嘛 對 後來才發現他只是想要出一口氣 對 但是這邊要請苗伯雅 開一下警口 苗伯雅剛剛有建議要在幾天內 我覺得他應該要等10天 為什麼要等10天 因為檢察官收到判決書之後 大概有10天的時間去決定要上訴 哪些部分 他可以選擇全部或部分上訴 那檢察官我怕他說最近都要看電視有沒有 打開都水母 水母又在罵說什麼 他本來沒有對他的部分上訴後來又加入 這樣他就會 就會有可能撤銷緩刑的危機出現 他還在講檢察官搞得我渾身發涼 所以他還在講檢察官說上面只是要起訴他 不是惹火檢察官嗎 所以這個苗伯雅的建議要聽 我相信他的建議比黃國昌有用非常多 剛剛有一些所謂要幫他找律師團幫他打上訴 我跟你講找律師團是一回事打上訴真的是另外一回事 經過我們剛剛各個這個部分是政界 張奇凱在拱他要上訴啊 張奇凱要幫他組律師團啊 你知道我如果後半會緩刑 這個已經是 你都大難不死了 你還說我覺得那個挑戰不夠 我再挑戰一次 瘋了是不是 俄羅斯輪盤 打一槍沒死就換下家了 你還說我打兩三槍看看 他有這種事 所以你看那些人講話都不用負責任的 他們其實隱隱約的在透露說 民眾黨不好 我不如跟你講 不然他怎麼不 他 龔慧雯他可以怎麼做 跟柯文哲開直播開記者會 他可以跟黨的發言人開記者會 他為什麼要上遍各個媒體的專訪 跳過民眾黨 對不對 他大可以在黨團記者會 說司法不公 然後戴一個墨鏡口罩在那邊哭 哭訴對不對 他沒有 他跑去上直播 他跑去上各個節目 然後才有大家在那邊猜他會不會選議員 他是不是要上訴幹嘛的 最後我要講一件事情 我們每個事件要有一個學習跟成長 貪污七年以上到底是不是太重 我跟你講每一次都在討論這個事情 2022年年初的時候 剛才講那個什麼空軍的 陸軍的 澎湖的洗衣機 每一次都在講七年以上太重 400塊也在七年 當然羅志強那種法律知識不足的 然後只會政治嘴炮的那種 我們就不管 466為什麼要緩刑三年五年 為什麼貪污是七年以上 你知道貪污罪上一次修是什麼時候嗎 民國52年7月15號 為什麼不敢修 因為你如果公務人員或是政治任務 自己去修貪污罪會變成什麼 無理自己 我覺得我有可能會收錢 所以我收比較低 所以執政的一定不敢修 在野的也不敢修 所以當時 當時你看每一次只要貪污七年以上的 大家就開始在那邊 400塊要貪七年 3000塊要貪 7000塊要貪十二年 我這個比例原則 甚至連法界自己 法務部他都有提出一個 我覺得這個應該要討論 是不是應該用刑法詐欺罪 而不是用貪污罪來判 這些其實都有討論 可是問題是 沒有一個足夠有魄力的 這個民意代表 願意出來跟大家扛說 這個東西就是不符合規則 所以啊 不管民眾黨也好 國民黨也好 現在在講說 貪污的時間太長幹嘛 你們自己都有 只有藍白過不了的法案 沒有藍白不能過的法案 只有藍白不想過的 嚴寬很領銜提供 對啊 提案貪污 改七個小時 七個月 七個月 七個月OK啦 七個月台湖改七個顏寬 領銜 對 顏寬很出來講 大家都沒有意見 你OK OK 然後傅崑起跟上 傅崑起共同提案人 對 那大家就來簽 那所以今天這個事情 翁曉禮寫版本 翁曉禮寫版本 吳宗憲當辯護律師 吳宗憲當辯護律師 不是啦 好啦 總之這個議題 我們對龚未穩的情況 大概你會發現到 民眾黨現在已經開始 對他的基層 或者是黨公職失去控制 不管是政治的鬥爭 或者是這個 公衛文出來上媒體 得到的唯一結論就是什麼 他逐漸的 已經在盤算 他下一步可能離開政治舞台的這個未來 好 非常謝謝3Q陳柏惟的分析 可是關鍵來了 我們每次聊這議題 我們就會聊到 後高鴻安時代 新竹市長 扯聚合同 我們現在阿川來到電視場前面 因為過去是這樣 我們已經連續好幾年都做了 其實我們應該算是第一時間就發現 國民黨已經要逼供高鴻安 要高鴻安辭職的節目 而且我們後面也斷定 要高鴻安辭職的原因很簡單 國民黨背後有龐大的利益結構 這利益結構呢 一定要自己的人當市長 我才能維繫這個利益結構 過去林志堅已經餓了8年了嗎 我怎麼可能讓這件事繼續下去 所以呢 現在地方開始傳出 要高鴻安請辭的聲音 他出來超級現實 兩件事 邱承遠代理市長 現在跑行程 國民黨議員全缺席 第二件事情 鄭正前直接說高鴻安應該辭職市長嗎 鄭正前說別讓民進黨陸主新竹是重點來了 哪一個新聞做這兩篇報導 中國評論通訊社 中國評論通訊社 看不見的手伸到新竹了啦 老闆罵可能開始出手了 為什麼呢 各位看這個民調 這個民調聽說是一個意外 因為是要做這種 這是陸委會的民調 要做這個兩岸關係的 范老師最熟啦 做什麼主張獨立 主張統一 什麼先維持現在的 大家都看那裡對不對 結果他在最後有一個受訪者資料 因為這照理說要常態分布啊 對那在受訪者資料 什麼男女什麼的 裡面有這一題 民眾黨變6% 民眾黨 出現6.1% 這個數字要公佈的時候啊 大家很緊張說是受訪不到 對 還是16點多 好 然後一開始公佈的時候 當然男影的這些人就開始咬上去 陸委會怎麼會準啊 什麼梁文傑對不對 那民調都假的啦 完了 政大選員中心 結果是政大 黨校政大 陸委會委託政大 做這個民調 做二十幾年有 我看到那個曲線圖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對 不同的政黨的陸委會 都是委託政大做這個研究 因為他們長期在做 所以民眾黨真的重傷 他一直在稀哩乎亂講話 現在剩6% 而且他變6%的時候呢 其實國民黨跟民進黨 本來都比較低哦 衝衝回來了 為什麼 因為這一群原來的這個十幾%的這個民眾黨 他們本來躲到這一個中立級看情形 結果呢 有一些又回到民進黨 有些跑去國民黨 好 所以對啊 這樣的情勢 我們在討論說 新竹市會不會藍白河 對不對 那這個邱承遠有沒有辦法得到藍影的支持 那邱承遠現在上任七天嘛 對 照道理來說 這些國民黨的議員啊 應該要跟啊 他是市長啊 他是市長 市長來 比如說這個李家愷對不對 侯友宜去 李家愷一定站在後面啊對不對 然後當他買卡位 結果邱承遠去 旁邊都沒有國民黨 這全部都是民眾黨 穿這個衣服看起來都民眾黨 而且很誇張 他們活動地人來這邊 新竹市大同108就成再生基地 新竹市政府兩百公司 新竹市議會三百公司 你不要說這個議會啦 就在地的議員啦 在地的議員 這一個地方的這個在地的議員 最終也有五六個 一定要來的嘛 而且新竹這麼小 而且你沒來 人家說你不關心 你不關心 所以很多議員沒去也會派誰去 派助理去啊 所以助理要站在旁邊啊 叫國民黨的都沒人對 他丟包了 他們現在怕邱承遠大位 對 他們在怕邱承遠 到最後給他 如果給他代理個半年 代理個幾個月 忽然間萬民擁戴 以前高宏還是這樣耶 排排站耶 都是國民黨耶 你看這個都是國民黨 他們的衣服嘛 他們的衣服這些都是 可是你看喔 邱承遠之前在視察 視察的時候 邱承遠當時還是這一個副市長 也旁邊都是國民黨啦 總共國民黨 好 可是現在現在變這樣 現在變這樣 為什麼怕邱承遠大位 而且最瞎的事情是什麼 這個新聞沒有人注意到 是中平社獨家報導 那現在就是說 那你如果藍白 這個新聞台北沒有人報 台北沒有人 誰會注意到邱承遠跑 他旁邊有沒有國民黨議員 不會 只有中平社 中平社不是中國國家通訊社 他們都關注到很大的大事情嗎 中平社的駐台記者 通常不會離開台北市 他過到台北橋就會回來了 對啊 他連三重都不去了 他不會關心台灣的地方新聞嘛 因為對兩岸關係沒有 他們只關心兩岸 還有黨中央這種事情 因為你做小了國台辦 做小國台辦嘛 宋濤受不了 照道理來說 邱承遠這幾天 應該會有電子媒體跟他 對啊 那剛剛市長嗎 看有沒有市長的樣子嗎 對啊 好像也沒有人報導 邱承遠這幾天的活動 我今天是在找邱承遠到底幹什麼事 我一找他就中平社報 中平社會抓這一題對不對 中平社會很關心邱承遠 然後中平社還跑去問鄭鄭錢 問他新竹市長他要不要補選 對 然後鄭鄭錢 鄭鄭錢節目就說 不要讓綠的入主新竹市 他前幾天就說他要選了嘛 他已經準備好了嘛 隨時可以上場嘛 所以他就表達 但是他重點說 不要讓民進黨入主新竹市 他想的當然也是要藍白河 好所以他在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是李靖穎 李靖穎啊 也是算這一個李家愷 這一個卓冠廷的好朋友 那他就是也是郭家軍 要選 後來沒有選嘛 昨天我們就有提報 李靖穎在他限時動態寫 沒有選擇提前備戰 好問題是 聽說他是新竹 人氣也不高 當然啦 因為他沒選過 所以跟人之間 跟選民之間那個互動啊 不像李家愷 周冠廷有跟這個選民互動 對 算是從台北來 他是直接空降到新竹 當主委 他今年只貼過兩個訊息 一個是換大頭照 1月12 另外一個是5月8號說 主持親公交界 最近忽然活絡起來 又發現動 沒有選擇提前備戰 然後昨天又發 新竹市黨部李靖穎表示 他整個活過來 但是新竹期不大 新竹期不大 這個李靖穎去跑個大概一個月 新竹人就會給他評價 在地議長副議長 就會給李靖穎評價 所以李靖穎如果要算 他可能最大的對手是政政權 可是我覺得很奇怪的是 為什麼邱成元會搞成這樣 邱成元你現在是擁有 市府龐大資源 你看像這一種 就要再生基地 就幾個小貓民眾黨 什麼送品針在旁邊 對 然後你有行政資源 你為什麼沒辦法搞到 不是不是阿聰 我跟你講 連民進黨都 連民進黨都 連民進黨的議員都去了 國民黨沒去耶 我覺得這好像是刻意了 再觀察看看 禮拜六 禮拜天的這個活動 看邱成元出門 國民黨有沒有人跟 我認識的 oman也ищ的是 最終的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